Hello 各位歡迎回到721版本的綠寶石 我們現在可以開始了 我們現在的隊伍就是這三隻 暫時就是這三隻 買些什麼先輩 先輩好像是回狀態 回了全體效果 不是全體 是全滑效果都可以醫治 就是所有燒傷、麻痺都可以醫治 來了 下一個沒有記錯就是火系的導管 然後這一個 是有堅硬屬性、堅硬特性 沒有記錯 咦,這裡有條件 我這裡幹什麼? 關你什麼事? 我好像要先進去這裡 但是... 追擊,Stop,Learn,No 追擊 我想應該是對方換寵的時候吧 就會... 在別人換寵之前打 其實都應該有用 那... 萬狀這招可以不用 外火? 踩 咦,沒得打 我們這些不拿著 我們現在就有三隻精靈 那還欠的精靈就是皮皮 皮皮還有什麼? 糟了,皮皮還有那隻齒輪 還有一隻是... 鬼系那隻野黑魔人 這幾隻都是雜時不能抓的 神通 咦,開錯了 這隻應該是踩 哦,差點忘記了 然後... 野黑魔人就在那個山裡 我忘記叫什麼山 那就是... 咦,已經進化了 已經... 撲爆彈 OK 什麼爆音怪 之後是不是要 對,爆音怪 咬碎 咬著和咬碎的分別是什麼呢? 咬著就是有10%機會令人害怕 咬碎是有10%機會降到別人的特防 其實兩招都有好處 但是我們要哪招好呢? 當然要咬碎 OK 雖然我也想要咬著 咬著其實那個害怕效果也蠻有用的 但是... 但是我這個武術修之下 一定要選高威力來選擇 好,那就是火力道館 那如果說是火力道館的話 我有一隻被人欠著 另一隻這隻就沒有被人欠 那這隻也沒有欠 除非他有改到屬性 或者怎樣 看到那個... 燃燒的烈焰 這個是勝利的期盼 小波馬 好,應該輕易解決了 這裡咬吧 好像要向上走 好了 之後這裡是有兩條打的 我記得的 其實這裡是夾擊 咬吧 之後到這裡了 其實我覺得這個721版本真的難度有一點點... 位置上打 這裡 有一點點... 不是很難打 真的非常容易打 踩這個 這裡用三... 這個銀斌 我想其實應該很容易就打得贏天王了 如果沒有錯的話 那你用咬著南瓜 這裡用銀斌 繼續 火...恐龍... 希望前些的這裡會不會難打一點點... 我之後好像是這個... 錯了 錯了不要緊 我記得的 這個... 不是這個... 即是旁邊那個 我經常都記錯了一些位置 這裡... 對... 這裡之後... 這個... 這個... 好... 這裡到管管主了 好... OK 不聽說話了 綠尾... 踩吧 這裡... 噴射火焰 吃藥... 其實這個也挺厲害的 好... 狐狸出來 還是踩死吧 還是踩死吧 用咬衝... 照踩 現在應該是瞄準過 暫時來說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難度突然提高 又或者是... 神通力吧 既然他開這個詛咒... 全部相約 搞定 黑魯家 那就是用踩吧 搞定 我想應該很快... 很快就結束了 這個系列 因為他應該沒有改到這個難度 有見面 這個高高眼罩送給你 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要去這個... 沙漠 然後去那座塔 我沒有記錯 但我現在是要找游泳的技去捉那隻齒輪 咬 好... 待會我換一換蟲 因為用死一隻都很危險 雖然說用死一隻是... 不要這樣 咬 用死一隻 那隻就會極高 但是... 那個戰力就會分... 分佈不到 真的不會分配到 所以呢 可能會輸 如果這隻死了之後 就用潮不備 好... 那座塔在哪裡 座塔... 你不會看到我 電飾翼 這裡有電飾翼 不知道他開了什麼技 旋風刀 這隻都是厲害的 因為他可以學衝浪 火達... 火紅不抖翼 這個達摩 嘩...搞錯了 不讓我走 其實潮不備太慢 所以不讓我跑 嘩... 是不是下面呢 好... 又讓你看到 找了30年遺跡 那飛人體當然是用癌技 好... 他開了減半反射 所以我打不進去 閃電 都不一樣 嘩... 弄死他 28厘了 這招要岩石爆破 這招要 這招其實也挺厲害 閃電電磁波... 咦... 那... 要哪招好呢 那不要岩石爆破 我又不想扔掉一招電 爆石飛龍 電啊 電啊 好啊 他沒有那個牆壁之後 扣了... 扣回正常的傷害 就會扣很多 這招 子彈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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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定可以了吧 其實不用呢 鐵馬力 鐵頭 意念頭鎚 這招... 這兩招... 就... 這個頭鎚一定要 一定要的 那... 不要招最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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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隻... 這隻... 什麼都打不進了 咦... 打得進啊 這招技打得進 好 他選擇加防 在這裏 我唯有轉重 咬死你了 好了 塔在哪裡呢 怎麼搞的 這樣都被你看到 似乎沒有多座塔 沒理由找那麼久都玩不到 那麼緊要 我們現在應該就要回去... 先... 我們現在第四個道館 我們現在... 第五個道館就是自己... 老爸那裡 所以我們現在要回去 好... 回到這個老爸開的道館 我們現在可以開始了 命中的房間 我們首先用潮筆備試一下 命中房間 當所有技能命中的時候 你會打不到 波波球 進化 行斑 喂...糟糕 你竟然會水之波動 轉一轉重 轉這隻好一點 踩 再踩 飛些龍耳 我迫著要用這隻 我迫著要用這隻 神通力 打不進 也是 電磁浮游 這隻好像是... 將自己升起 不受地面攻擊 好了 現在是那隻蜥蜴 咬水 再咬 搞定了 這是什麼房間 回復房間 就這間 現在我們哪隻在... 那... 潮筆備就不拿出來 暫時來說 潮筆備也是一個很弱的... 很弱的攻擊 攻擊的精靈 因為他都不是主要是攻擊 但是現在我是沒有任何的... 變化技 所以全部... 三招都是攻擊技 還有一招電磁波 自身重量變成二分一 好 那你試試用金屬怪打 吉利丹 這樣就對了 吉利丹 鐵頭 好啊 禮物傳遞 扣得一滴血 卡比獸 撞啊 太山壓頂 撞啊 他 他睡覺了 他 頭弓不斷撞他 夢話 究竟有夢話 哎 糟糕 打紅 打鼻紅 不行 不夠力 打要轉重了 怎麼搞的 這裡也還有招 糟糕 卡比獸都很厲害 貓頭野鷹 轉成... 爆音 嘩 不是輸吧 這場 先開鐵壁先 之後再用彈頭試試看 嘩 完全不入 不入肉 全部 完全是... 鐵壁鐵頭 子彈拳 回音 不行了 神通力咬碎 Oh my god 輸了 好 輸了 這裡也挺厲害的 不過是我因為中了麻痺才敢 回復 在哪裡 在這裡 馬 再馬上回來回復 這裡 鐵壁 好 砍兩下應該可以玩完 嘩 不行了 三下 砍 砍 輪槍是什麼技 為什麼按到它可以回血呢 好 下一隻是卡比獸 直接換白金怪 先來吧 試試看 神通力吧 神通力也不是很痛 咬它 咬它會痛一點 因為可能80傷是扣得多一點 貓頭野鷹就換潮不避 先用電磁波 你居然害怕 在它的空氣切割下你居然害怕 潮不避 完成 潮不避最好用的是 雖然是猴制 但你可以用電磁波逼人家猴制 一擊必殺 糟了 如果是這隻屠屠犬的話 你會不會知道它首先開的是什麼技 但你要看清楚它第一招是什麼技 那我想NPC應該不會太惡吧 寫身 他用的是學我的技 掙扎 那沒有什麼特別 土道遠 他學了一招鐵頭 沒用 學我一招鐵頭沒用 因為我自己也是降系 就算打我降系也是沒用 但如果這隻是人用呢 那可能很厲害 如果在WiFi上可以看到 好 這裡就是管主的房間 哇 這裡有四個徽章 好吧 我們來場戰鬥吧 你也要出盡全力 我覺得這場會輸 先鐵壁 因為我怕它會隔技 我一下子會死 不夠力打 報仇 哇 大支 換衝 踩它 鬼臉 再踩它 再按 沒黑鳥 真的沒黑鳥 沒有黑鳥 我們只有黑鳥 硬崩 再燕奔吧 強攻 四龜六 四龜六 照防潮北避太念 這裏 電磁波 好啊 換把音拐出來 這個惡技 直接咬他 糟糕 有機會輸 紅爆彈? 什麼叫紅爆彈? 不知道 紅爆彈 原來是我這隻 那就直接咬吧 好 死了 糟糕 不夠打 差一下 應該一定會回血 好 又輸 這隊都很難打 我說錯了 果然很麻煩 如果我是選隨機的精靈 我之前說錯了 以為很容易打 誰知道這個老闆的道貫都打不贏 首先用爆彈怪 爆彈頭水牛 直接用咬上咬死 哇 糟糕 或者用噪音減去防 再咬死 一定會死 沒有黑料 那就用潮北避 電磁波 再咬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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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每隻都會報仇 神經病 其實不要看報仇這招好像很差 但其實用起來都很厲害 好 那我們不要招選定 因為有招更高的攻擊力 四個是綠 我們這裡 這隻應該很簡單就能殺死 飛艇 紅爆彈真的好 這隻 應該有惡技 我記得是 有惡技 笑容這隻 好 搞定 幸福彈 OK 幸福彈就不用怕了 縮小 踩 來吧 最後一隻 請假王 這隻是道館的招牌寵 他好像有兩隻 之前的版本有 有兩隻請假王 既然他是請假王 我當然用電磁波 先來 反拳弓 這一招另外想起 那個綠色的 綠毛 同小子打的綠毛 那隻請假王 用反拳弓 其實也挺有劣勢 請假王的話 三銀 就這招吧 但應該打不進 我們先轉成金屬塊 子彈拳 子彈拳 下山壓頂 鐵頭 再鐵頭 不行 打不進 要轉回這隻 咬他 危險 他不會回血 回血 很大機會輸 大哥 先鐵頭 不能動 再鐵頭 他現在就 用子彈拳 應該是不痛的吧 挺好 不斷鐵頭 撞死他 撞死他 為什麼他不動呢 因為麻痺一彎 之後他自己懶惰特性一彎 所以他就不斷撞下去 電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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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不備 好 然後輸了給兒子 OK 我們現在可以有衝浪 有東西給你 這個就是拿衝浪招式機 今集打這個道館也挺驚險 其實也挺厲害 我猜不到他的請教王 挺高防 好 現在看看衝浪有沒有學 這班人 能學 真的非常好 你真是好東西 竟然學到 但是這樣我們就要犧牲一招技 就這樣的 噪音這招 在第一個道館開始已經幫過很多 咬碎這招 更加不用說這招一定要 神通力這招也是要的 所以我不會要這招 OK 現在我們可以游水 不用怕 其實只要懂游水 還有爆石 這個搬籃應該都可以 而這幾招 我的隊伍應該是輕鬆學完 對 一字站應該都可以 對 金屬怪可以學 但是我現在應該要先去捕皮皮 沒錯 我們不如先去捕齒輪 去到那裡我們再回來 那我要捕的精靈呢 就是這個 齒輪 就是要先拿這個鎖匙 他就要我去這個發電廠 那裡刪一些 刪一些什麼 刪一些什麼 刪一個總掣 如果沒有記錯 我們現在可以先開始 我們一路先走 這裡好像要按鍵 3D龍 不要 因為我沒得要 沒辦法要你 很對不起 如果是平時的我會捕 這些那麼稀有的精靈 大哥 刪錯了 對 這隻 那 就 衝 到 14 那我要換一換重打 金屬怪可以 這隻 電鰻魚也有 這隻其實 體屬性和特性來說 都頗厲害 但是它的攻擊力都頗高 但是 很少人用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它 某些東西不夠厲害 但我又沒有分析到 這隻 那裡有一個位置可以進去 咦 不讓 不讓 降屬性的精靈走 它那個特性 所以我們走不掉 一定要打死你 嘩 不要這樣 我都沒有打算打 還是要迫我打 子彈拳 我覺得這些線制技最好的情況下 是因為 馬備狀態下都可以線制是非常好的 這是什麼 Water 好 總之我還沒走 啊 雷電球 不然不要這樣 我只想捉蟲 給我捉 那就可以了 人給我捉 好 順便我拿一些東西 這裡又有一個雷電球 霹靂彈 這個我沒有記錯 它的名字就是 咦 不對 要踩這塊 3D龍 嘩 這隻也有 這隻我是叫它蒙面超人 哈哈 你化了的樣子好像蒙面超人 我覺得 又是厲害的 這隻 我覺得 那就是超高攻 還有防禦也是高的 那弊就弊 再它就是 4倍格鬥 如果沒有記錯 被人打的時候 放掉 不要死 電視波 好 OK 精靈球 精靈球之術 非常好 搞定這個齒輪 那我們現在就有4個的火盆 好 發電機停了 雷石 好 應該就是這塊地 捉皮皮的 那我們現在可以試一下 這裡沒有皮皮 有大王燕 這些大王燕 也有 如果沒有記錯 六寶石是出過的 這隻就 好像也有原野區 八變怪 哇 夢特性八變怪 這隻是 我也想不到 有夢特性八變怪 那大家可以告訴大家 這裡有八變怪 大家也可以捉來玩 八變怪其實很好玩 自從有夢特性之外 夢特性是大大強化了八變怪的能力 可以免費一回合的變身 也可以直接變成敵人的技能 各方面的能力 你可以六隻八變怪打都可以 如果我可以 我可以六隻八變怪上場 其實 我也想試一下六隻八變怪上場是什麼 好了 這隻不是啦 我要皮皮 應該在這裡 我們看看圖鑑 皮皮 30多 35 咦 在下面那裡 那真的不是這裡嗎 好 我暫時不知道 皮皮在哪裡 我下集會找 下集回來 就捉了皮皮 然後就五隻 之後就捉了夜巨人 可以 實現六隻精靈打天王 的目標 我們下集回來再見